一年一度的敬老重陽節來臨 中和區復興里舉辦的豐富活動 里長游敏玉關心社區長輩 爭取多方的資源 除了受到銀髮族協會的協助 還邀請愛心意檢團隊 以及四張按摩等好康 現場的長輩排排坐 按摩減輕腰痠背痛 另外一旁的理髮師 則是在北北的頭頂上動功夫 貼心的照顧 讓大家都心存感恩 今天辦得很好 怎麼好呢 這個社區老人聚餐 還有替老人服務 非常謝謝我們的里長 因為我很想對我們 豐富溪里的鄉親 一年一度的敬老重陽節 因為我把我們豐富溪里的 這些長輩 當作是我自己的爸爸媽媽 所以我認為我辦這個敬老重陽 才知道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這一年度 就是爭取的蠻多的 我們營法職協會的協助 還有我們那個愛心意檢團隊 來協助我 還有我們那個老公局 四張按摩都來協助我這個活動 中和區復興里營法人口多 為了加強里內知識 舉辦環境衛生宣導研習 還有飯菜吃飽飽 阿公阿嬤學習薪資的同時 還可以交到新朋友 彼此互相照顧 也讓復興里 就像是一個大家庭 充滿了溫暖的氣氛 數位天空新聞 綜合報導 中文人議員 谢谢大家